大家好 我是Daphne 很久很久沒見了 應該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沒拍過片和和大家見面 最近工作真的比較忙 所以星期六或日有時間的時候 我都盡量抽多點時間去休息 陪家人和朋友見面等等 現在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開始抓到工作的節奏 所以就可以開始拍片給大家了 但始終因為比較忙的關係 可能產量就不像之前那麼高 但希望你們也會體諒 也會等我 因為始終Youtube不是我一個正職 今天就要說我計劃了拍很久的 新手或開架必備的十樣化妝品 相信很多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都還在讀書 或者剛出來工作的這個年齡層 很多時候資金就未必是很多 相信這十樣東西一定會吸引到你們 立即衝去找 衝去試色 或者是衝去買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我就會根據我的化妝步驟來講 不說大家不知道 其實這個妝是拿十樣化妝品來化的 第一樣當然是底妝 我用的就是這個 它是Rimmel的Skin Brightening Foundation 我用的顏色是100號 Ivory 它有SPF20 顏色我自己就覺得不算是偏太過白 對於我來說剛剛好 你現在看到我上面都不會像面具裝一樣 白了一塊 比較推介它 而不推介Bousoir的Healthy Mix Foundation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它比較適合任何膚質的朋友使用 Healthy Mix那支是比較適合乾肌 像我那樣需要保濕的朋友 油肌或者混合肌可能未必適合 而它就是可以你塗完之後 有一個Semi Matte Finish之後 再配合一些不同的碎粉 或者之後的底妝產品 就可以適合不同的膚質的朋友使用 非常酷和容易推 你看到我上了面之後 大約一分鐘用Blued Blender上了之後 就已經完全融合了皮膚 看上去是有一點點光澤感 調亮了你的膚色之餘 都不會太過亮亮得像豬油膏 去到遮瑕膏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的遮瑕膏 其實在香港是找不到的 就是Colourpop的Concealer 和White&Well的Photofocus Concealer 但其實在那條Concealer影片 我都有提過有一支 它在香港有得賣 而且我都覺得它性價比是不錯的 就是Maybelline的Feed Me Concealer 我相信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這支對於你來說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可以遮到整面不同類型的瑕疵 例如抖印、暗瘡和黑眼圈 其實它都能做到它的效果 因為它的質地是很creamy creamy也不得來 其實它是夠保濕度的 所以你上黑眼圈的時候 也不會太乾 不會起乾紋 不會幾個小時後 有一條粉卡住在那裡 所以如果覺得在功能性來說 以及在香港那麼容易找到的話 它的性價比是真的沒有得輸的 唯一就是因為一些很深的瑕疵 例如我這樣 黑眼圈是非常之嚴重的話 其實它不可以完全遮蓋到你的黑眼圈 但如果以新手來說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之後要說的是碎粉 其實很多碎粉我都不是用開架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碎粉的參差程度 真的比較高 我自己也是用一些專櫃品牌的碎粉比較多 但其實有兩個開架的碎粉我自己很喜歡的 第一個就是RCMA 這個在香港也是找不到的 另外一個其實我之前在越南的那條影片裡有說過 我覺得去完之後我更加喜歡它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油肌和混合肌 絕對可以配搭的一個碎粉 它就是Inners Free的Blur Powder 之前在越南也有說過 我塗了它之後 因為我的妝容是長了半天甚至一天 我的底妝依然都很漂亮 很適合帶去旅行的 另外其實它裡面還很貼心 有一個粉撲仔 就可以直接拍上面 如果你真的去旅行的時候 不想帶那麼大支掃 但是我自己也是喜歡抖在蓋上然後去用 因為它這個洞都不會做到很大的關係 也不會抖得很多出來 所以抖的時候就要比較有耐性 它也是很有細的 它塗了上面都是一個很滑 還有很有透明感的碎粉 但是它定妝的能力真的非常之高 所以如果你們來冬天想用它的話 你也是好像我這樣的乾肌的朋友 還有我建議大家只想在眼底 一些T-Zone比較有油的位置 其實大家看到我現在這個底妝的部分 我是完全無上碎粉 或者我其實剛剛只不過是用剩下那些少少的碎粉 把整塊都拉了 我混合機或者乾肌就是配合這個碎粉 然後眼影方面 其實我自己有兩盒開架的深水 現在都在香港買到的 一盒就是XL的這個眼影 之前都介紹過 還有很多不同的朋友都上過眼 試過顏色給大家看 所以我今天就是用了這盒 Canmake的03號色 好像是一個楓葉的眼影盤 很多人都推 我自己也覺得它很漂亮 裡面有一塊鏡鏡 然後有五格的顏色 我覺得它最抵賺的原因 是除了它可以塗它原本推薦的那個紅色的眼影之外 其實你忘了這個紅色 你也可以化平日你上班的那些啡色的妝 除此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掃仔 質素很好 但也可以上到眼睛 我今天也是用它來上的 除了這一格是出術 拿了自己的掃來上的 其餘的也是可以用手指上的一個顏色 所以我非常推介大家去找這盒它的新色 就是03號色 眼線方面我真的說到喉都臭了 在香港找到的一支日本眼線 就是Love Liner 質量真的非常好 很出色 筆頭軟顏色妝好 而畫到很漂亮的眼線 最重要是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很有重量感 很亮的包裝 整支東西是非常高貴 就算你在街上拔出來用 你也會覺得很漂亮的眼線筆 而且很多會脫眼線的朋友試過之後 都說它是不太脫的 就算它脫出來 只不過是一些啡色的小點 而不是一塊的放在這裡 你只要用手指一掃 然後呢 就會掃開了 在眼線筆頭上 我最近都在用這支 而且我真的覺得它很好用 相信大家都聽過它 它就是HIRONIMIC 就是KISS ME的眼線筆頭 但很多人都喜歡用濃密的版本 我自己就喜歡用長和卷曲的版本 因為我自己的眼睫毛比較幼 我就不可以上到很多纖維的一些 折毛液 所以我自己都喜歡一些比較纖長 比較根根分明的效果 你也看到其實我本身平日是很不錯的 只要我塗了它 就已經有一個很自然的太陽花效果 那我自己就很喜歡 其實我眼睫毛在家裡不太多 所以它就是我日日會用的一支 胭脂方面也是剛才有介紹過的其中一個品牌 但因為我覺得今天的妝就不太配這個胭脂 所以就沒有上面 但其實我覺得它的質地和性格比都很高 它就是KISS ME的POWDER CHICK 這個也是它很多人在找的一個顏色 是一個紫紅色的胭脂 首先上面它的額花是非常漂亮的 粉質也很幼細 最主要它是有一個掃 新手就不怕不知怎樣上 你看到我就這樣拿它 輕輕塗下去它已經有一點點紫紅色的顏色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實冬天塗這個顏色在這個位置 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 之後要講西紅的部分 其實我那些面上的shading和contour 我就覺得很難跟專櫃去比的 因為我專櫃始終的粉質是幼細很多 而且顏色是真的比較適合我自己的 但是去到鼻影和光影這個部分 我自己也有這個推介 又是Canmake的 好像收了他們錢 但是完全沒有 而且這個其實很多人都說好用 其實Canmake的no shadow powder 它一盒已經有鼻影和光影 非常方便的 這個啡色可以打在鼻上 很自然 通常我會用這個掃子放上去 也是那句 它的掃子未去到最好 但是也是可以接受到面 而且很柔軟的 光影方面 其實它的粉質也是很小 然後我也是直接用手指塗在鼻梁 唇膳和下巴的位置 如果想找一個便宜的收容產品 而是一盒有兩樣東西的話 這個就很不錯了 最後終於說到嘴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冬天一定是Liquid Lipstick的天下 我自己冬天都非常非常喜歡用Liquid Lipstick 今次推介給大家 它有兩支性格比極高的Liquid Lipstick 它就是Rimmel最新出的Stay Matte Liquid Lip Color 這兩個顏色是我非常喜歡的 它總共有15個顏色 這兩個是我千挑萬選選出來的 這支是一個乾燥玫瑰色 顏色是100號 這支是一個豆沙色 就是210號 Road Shine 兩個顏色都是非常漂亮的 看你喜歡比較紅一點 還是比較低調一點的一個顏色 溫柔一點的一個顏色 它的頭拔出來是很尖的 所以很容易就已經可以勾勒到唇形 然後質地也是creamy 但creamy得來是一個比較薄的質地 所以每次買的份量都不會過多 令嘴唇一大大 它在我這麼多支擁有的Liquid Lipstick 裡面最便宜的一支 它只需要79元就可以買到 而且它的包裝也是很細支 很方便攜帶 所以如果你們對Liquid Lipstick有興趣 但又未去到想買一些很貴很貴的品牌去試 的話 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它 最後就是一支我佔據了在化妝到很久的唇膏 我一直都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它 亦都推介給所有朋友去買的一支唇膏 Valon的Ultra HD Gel Colour 就是我現在嘴上的唇色 無論你真的上班和上學 都是很漂亮很容易搭配的唇色 大家都看到了 我已經用到剩下這麼多了 沒有了 我要再買了 不知道再買的唇膏是什麼玩法呢 我很喜歡它的設計 因為它的粗幼度剛剛好 而且切割的關係 其實它上嘴是剛剛好 塗完整個唇之外 都可以塗到很漂亮 質地是非常滋潤 持久和很顯色 如果你們冬天不喜歡一個雅致的唇膏 的話 這一支就是你們必備擺化妝袋一定要買的唇膏 這次開架十樣必備的化妝品就是這麼多 希望你們喜歡 也希望我自己很快可以再得起心肝拍下一條影片 如果你們還沒追蹤我的話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因為20K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Giveaway 我們很快會再見 Bye Bye 貴到最愛 其實這幾個月我都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我自己很喜歡 所以現在就馬上開始了